大家好,欢迎来到聚宝阁频道,我是阿伦,今天这支影片是白热奥秘新卡速报PART2,这礼拜五新弹卡表已经全部公布了,就让阿伦来介绍一些先前没讲到和这周刚释出的重要单卡吧。 第一张是光辉胡帝,特性把对手一只宝可梦,身上最多两个伤害指示物转给另一只宝可梦,铺伤类型牌组可能会用到的效果,不过在有忍挖的环境里就成了光辉选择,应该还是忍挖啦。 再来是光辉吉拉奇,特性被对手招式伤害弃绝时,可以牌库里任选三张牌加手,效果看起来很强,但是对手高几率不想打你,老大和离动神都能解决这问题,况且环境里还有雪道,是一张过于被动的卡片,然后是一张水牌很好用的小人打手,急动鸟。 第二招,凉水打70点,对手宝可梦麻痹,自己也受到50点伤害,不用条件直接麻痹对手,怎么想都是很强的招式,水牌天能又有帕路,球蕾姆,雪龙儿各种手段,不论是WTB或是帕路球蕾姆牌组,甚至是新弹的冰六尾牌组,都能投入非常有发展性的一张牌,接着是搞人心态的卡片,迷存解,特性,这只宝可梦被V宝可梦招式伤害弃绝时,对手不会拿到奖励, 出现了零奖打手,比当年的皮皮玩偶还麻烦哦,虽然对小人牌没用,但当前环境能玩到的小人牌不算太多,招式两无打10点,加对手已经受到的伤害,例如对手受伤50点,就会打10加50,等于60点伤害,越打越痛的一个招式,感觉可以搭配梦妖魔扑伤牌组,四组梦妖魔加四张迷存解,就算吃到一张三鼓回音喇叭,都拿不完六奖,进入支援者卡, 和服少女,发动时从牌库里拿一张基础宝可梦到备战区,若希望可以和战斗区宝可梦交换,抓基础加直接上场,我想到的就有鬼角鹿和地安西这两张牌可以搭配,个人认为是开发潜力很高的一张支援者,然后是V宝可梦的部分,马基亚纳V,两缸一无打100点,自己身上有特殊能量的话,再加120点,可以打到220点的V怪, 伤害还算OK,可以搭配星弹的防守能量,触发增伤的同时,增加生存能力,最后一张是大嘴娃Vistar,两无打90点,如果这回合内,从备战区换到战斗区,再加90点伤害,Vistar力量特性让这只宝可梦从备战区换到战斗区,然后把对手的一只备战宝可梦换到战斗区, 没错,就是当年古芝麻的效果啦,不过化归后也只有180点的伤害,感觉不是特别实用的Vistar力量,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,喜欢我的影片,欢迎订阅按赞,并且开启小铃铛,有任何问题或建议可以在留言区留言,或者加入聚宝格LINE社群,直接和我讨论哦,另外别忘了上聚宝格2.0网站看看,我们下部影片见,大家拜拜! 感谢观看